嗨 beauty美人圈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曾知曉曉曉 今天介紹大家三個髮寶 我必須老實告訴你真的很難 台灣這種夏天怎麼不脫妝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盡何能的 不要脫妝脫得那麼嚴重 以前夏天看到自己長起來那個毛孔 很發的樣子真的 整個張開雙背 好痛苦 這要怎麼上妝 這要怎麼出門 但我覺得良好的濕膚的產品 就真的可以穩定 我最近最常在濕膚就是青春 可以有效的讓我熬孔 在不是很激烈的情況下 就是能夠收縮 必定要有蜜粉 你才能夠定妝 妝比較不容易花掉 可是如果蜜粉的顏色 或是質地比較重的話 很容易就會花成一團 或者是你會不敢補 所以我這次可以推薦大家去找 適合自己的透明的蜜粉買定妝 我在夏天最熱的時候 不要自己都用 除了量最囂張的時候呢 可以選你用就是 有一點點酸類的洗面 我發覺有些女生洗的也太快了 因為如果你洗那麼快的話 其實很難清潔得很好 所以我都會讓她在臉上可以停個幾十秒 有一點時間 甚至一分鐘 那我可能就會先搓我自己的梯子部位 然後最後要沖水之前 再去帶一下臉頰和其他部位 然後再沖掉這樣子 我覺得對於抗油也是滿有效的 好啦就推薦給你了啊加油 謝謝